在这里我们要介绍operator运算值跟function函数 两个是对等意义的这个概念 以及程式设计的语法 那我们先回顾一下整个bigint的类别设计 在私有的区段这边的话呢 我们有两个资料属性 分别是num的阵列跟carry进位的数值 然后有一个初始化的函数 那在公开的区段呢 有一个列印出数值的函数设计 以及三个建构源 就是预设建构 参数化建构 跟复制建构 这是我们刚刚有说明的 那实际上来计算的部分呢 我们会设计到的是这个add的函数 就是说我想要把我自己本身的 这个num的这个阵列呢 跟另外一个物件 other这个物件这个num的阵列把它加总在一起 那先前我们给各位同学的这个add的这个程式范例的时候 我们发现执行的结果呢 并不正确 那主要的原因在于 我们在做那个加法的计算的时候 在做两个数字相架的时候 这个是我的自己本身 自身的这个阵列里面的数值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阵列里面的数值 可是我们在相架的时候 其实还要把进位的部分也加进来才会正确 那原本程式的写法呢 只有写到说我把num中括号i跟另外一个物件other的num中括号i加在一起 那这样会漏掉了carry的部分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还要再去加上carry 进位的这个数值 这样才会得到正确的结果 才会符合我们先前画的这样 就是自己本身跟另外一个数字相加之后 再加上进位 才会得到正确的这个6912的计算结果 那在组程式的部分呢 我们原本是宣告说有a跟b两个大数的物件 分别是1234跟5678 那在做加法计算的时候 我们会以a为自己本身主体 呼叫add这个函数 然后把b给加进来 这个是原本的写法 那在这里呢我们要介绍 另外一种所谓operator的写法 那在类别设计的地方呢 首先我们可以把这个add的这个函数名称改掉 改成 operator 加等于 就是 就是 C++它提供了一个特别的函数的写法 就是用来表示运算子的函数 所以我们可以把函数名称 从这个add呢 把它改成叫做operator 加等于的这个函数 所以这边只是做一个函数名称的代换 其中这个operator呢是一个关键字 C++给定的关键字 那加等于呢是这个运算子的这个形式 就是加等于的形式 也因此呢 如果我们把函数名称做这样的代换 那上面的组成式这边 a.add的这个写法就可以代换成 a.operator 加等于 然后一样传进来这个b的参数 这样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 就可以让它写的比较像是一个加等于的这种运算的形式 也就是运算子本身呢 的确就是函数 这两个是可以互换的一个概念 对等互换的概念 那 更进一步的呢 C++在组成式的地方 允许我们把上面这一行呢 写成更简洁的形式 写成 a.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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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当我们写a.add a.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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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сделать a.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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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自動轉換 自動代換 那整個程式的語法我們如果用A加等於B的話 就會有一個比較簡潔而且其實是一個比較直觀的這種 物件的運算的語法